各位 各位 大家好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样 就是怎样拿种子出来 我种了有韭菜 这些韭菜花 这些一粒粒那些 一粒粒这些就是种子来的 这棵就未能熟的 我特意摘出来给大家看 如果它熟的时候 种子熟的时候就变成啡色 爆开的 这棵就是熊燕菜 熊燕菜就是这样的 在旁边就长了好些 开了花就结了一块一块 上高是一条 上高一条 这棵就比较弱一些 我炸出来给大家看 好的 我现在就采收了种子出来 这棵就是韭菜 狗菜 那我们怎样分开呢 好像很麻烦 是吧 那我们有好的方法 那我们那些 调味料的那些瓶 我们就留起它 留起它 留起它 就不要放 那我们倒下来 将它干了 当然是干的 不能濕的 那倒下来 再拌开 那我们把它盖起来 它之后呢 那我们盖上一个盖 这条味料呢 有什么就是瓶盖的 盖上它 这样盖上去 那我们呢 是要跟着种子的大小 那些杂物就准备出来 过来不了 只有一些小的 这些韭菜就拿出来了 韭菜就很好吃的 我们在德国就由春季的尾开始 到秋季的尾 就差不多在这段时间 我一个月 一个星期时一次 因为我种了很多 真的很好吃 真的没得谈 这些韭菜种子就逼出来了 就这样 红韭菜 我们就好像倒入瓶子 这些我倒出来 这个调味的盖子 这个是比较小的 现在把种子弄出来 这些小小的就是韭菜种子 可以分开 比较容易分开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